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壓力很大 只是謝謝 首先你主辦單位邀請我來這個地方 因為我覺得很少這樣的機會 可以把自己的人生跟大家談開來講一遍 然後其實你也知道 我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在準備 所以我會想說 到底給就是可能還沒有很清楚 未來的方向 大學生我應該給什麼 所以我準備了六十張 slides 然後我今天要跟時間賽跑 所以今天的agenda會包含我會自我介紹 然後我會給大家就是我overall的一些suggestion 就是我反饋了我大學的生活裡面 到底我想要給大家的一些訊息是什麼 然後我會用我的故事來串 讓他稍微顯得有趣一點 那就是希望還有一點點的時間 可以接收大家的QA 對 好 那到底我是誰 我叫薩德 然後他其實是個法國的侯爵名 他的正確發音是薩 好 我是台大政治系畢業的 然後呢 我是雙主修社會學系 不過我最後只拿了服系 然後我有休息創意創意學成 藝術設計學成 那我現在是在PMG工作 我之前在大五的時候有 就是在創意創意學成 有做了一個東西叫TechMe 對 然後我在大五的那一年也在intel 就是做marketing的intern 行銷部門這樣 然後我在前一份實習工作 是在精英公關服務的客戶是養護 好 在客外活動的話 我去年是擔任藝術技的行銷總監 那在前一年的話是第五的公關部長 那同時我有做TechOrange的特約編譯 那在這之前的話 我是在博雅青年獎堂 在之前呢 我是熱舞社的活動 所以我在熱舞社待兩年 那同時我也是有打戲上的排球 還有一些就是我有參加Loreal的比賽 然後我之前比YF ATCC也比過 然後在外面的話 我跳了兩個懲罰 一個是HRC 然後一個是Lumi的4S 可能有人有看過吧 然後我還是政治系卡冠軍 硬要說 好 所以第一個就是重點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回顧我的人生 真的就是 Steve Jobs說的 你要去connecting the dots 這是最重要的思維 我覺得 我現在回顧 就是反過來看 我覺得有很多很多很多點 它可能是計畫的 也可能不是計畫的 你永遠不會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剛剛有很多講解 也都講得很好 真的就是放手去做 它可能會連成一個 你永遠想不到的美麗的風景 所以這是今天最重要的key take away 等一下還有四點 對 但是這個 你們等一下聽我的故事 就會知道就是完全是這樣子的 好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 這是我的家庭 然後這是我媽媽 跟我爸爸 可是你看我很小 所以 為什麼會幫我知道 現在就是我爸爸 就是他過世了 對 好 現在應該是非常愛情 但是就是 但是我來用力大的時候 還是很好玩的 對 吃掉得很快 好 好 那就是因為我爸爸過世了 所以我們家裡 過了非常辛苦的生活 所以其實我從上大學之後 我沒有跟家裡拿過半毛錢 包含我的11住行娛樂 跟我的學費 我沒有任何一點點貸款 那我全部都是靠我的家教 就是賺取的費用來補貼 所以這是我的 我有教過很小的學生 我從就是小學到高中都有教過 然後大一就是很快樂啊 所以我也希望說 就是進到大學之後 可以做一件跟以前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加入了排球隊 因為完全沒有打過排球 好 所以我是5號 然後就交了一群就是排球隊的朋友 對 然後這是我在大一的時候 也有在補習班打工 我在教數學 那個政治界的人教數學 就是一場鬧劇 然後就認識了很多朋友 然後這些朋友就是現在也都很好 你看就是當時就是都拍一些瞎照 對 好 所以這就是我的大一人生 就你會看到我其實真的也想不起來 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只留下這些有的沒的的照片 所以然後跟一群朋友 你看我們只穿就是同一個顏色上街 就是 就是一個大冒險 你看我全部是黃色 我穿球衣配雨衣 跟黃色拖鞋 好 所以SUMORIZE一下我的大一人生 我覺得就是 呃 家教 然後新鮮人的生活 打排球 跟兼職工作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要體驗所有 就是一個大學生應該體驗的事情 然後我設定了一些目標 我就去做了 然後 因為我繳 就台大 大家都繳一樣的學費嘛 所以我其實修很多課 我大一上學生就二十四學分 而且那個時候我想要雙組修我法律系 其實我原本是想念法律的啦 不過我現在回頭看我覺得那一年的保障就是 我得到了很多朋友 然後有很珍貴的回憶 不過就是SUFFER 就是我是半自願黑暗卷歌 就是黑暗卷就是從後面數過來的嘛 就成績其實沒有很好這樣子 然後半自願卷其實也沒想要拿卷啦 對 然後其實想起來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你們就看到剛剛那些照片這樣子 好 所以這時候就要講到就是比較重要的 就接下來當然會想說 到底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就是我選一張照片就是看看自己 然後就想說 欸 到底我希望別人看我是什麼樣子 而且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會希望大家好好地想這件事情 是因為它會決定你到底推動你 驅動你的力量是什麼 所以我說 What's your key drivers 我選了這張看起來好像 內在能量可以爆發的照片 就是我覺得推動一個人前進 就是這個 key drivers 你想要成為一個形象很好的人 還是你想要成為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人 還是你只想成為一個帥哥美女 這些都是那個背後驅動你前進的力量 好 所以我在那個暑假 其實我上了夏季學院的課 然後那時候就上象徵於是 與藝術生活啦 不過這是另外一門課 但反正就是我在暑假 我也是嫌不下來 我就上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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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跨校的課 跟台藝達一起 所以我拍了一部微電影 然後理所當然就是 就只有五個人一組 所以我就變成男主角了嘛 對 好的 然後就是因為上了這個課之後 我就覺得自己好像對於這個領域 就是社會學這些人文學科有 就是蠻多的興趣 然後當時其實很多人也都會申請雙主 就是覺得好像蠻吵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申請了雙主說社會學 然後大家也看到我最後拿了服系嘛 我覺得社會學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很謙卑的學問 然後同時它是有批判思考 可是又承認相對自主性 所以就讓我覺得 真的很多事情你沒辦法直接下判斷 因為它有很多很多很多背後的故事 然後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學科啦 然後我也建議大家就是 就是在大學的時候 好好的扎根你的學理基礎 因為我覺得出社會之後 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去 好好在前進的研讀一門學問 所以你的價值觀 基本上是來自於你大學的時候 那個建立的一套體系 OK 然後大一的暑假 我還就是跳了系上的那個素齡的男舞 然後就覺得天啊 我身體真是有一個跳躍的音符 就是好開心 然後跳舞真的好快樂 所以因為那時候其實也就沒有跳過舞 然後就在這一次的那個 就有很好的感覺 所以我就加入了熱舞社 然後 然後我覺得這是我 加入第一年的時候跳的懲罰 其實熱舞社很競爭 因為熱舞社有非常多的老屁股 大家知道老屁股是什麼 也就是高中的跳舞 然後大學會繼續跳的人 其實他們就會主宰整個社團 因為他們都很厲害 然後像我的話 你看我就是要打工還要幹嘛幹嘛 還要念書 然後還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其實我其實是沒有那麼多的 就是可能先念優勢可以去參加熱舞社 可是我就覺得那個跳躍音符實在太快樂了 所以我就加入了這樣 然後加入了之後我就努力的衝 所以其實我 就是有一陣子的時候 因為沒有那麼多時間家教 然後家教也比較不穩 所以我有一陣子在練懲罰之前 是全部吃麵包的 就是因為我有個非常好的朋友 他們家是麵包店 然後他就 他就是每天都會帶一欄麵包給我吃 所以我其實吃了好幾個月的冷食 然後那時候就還吃到胃痛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這個take away是說 你到底有沒有想過 你為了你要做的那件事情 你可以犧牲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願意跟你另一半分手嗎 你願意失去朋友嗎 你願意一直吃麵包嗎 等等 對 這是我 這是第三個take away 覺得大家一定要想清楚的 對 因為你有了你的目標 然後你也決定你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你也想清楚 你可以為了這個目標犧牲什麼 那麼你就會有相應的策略跟行動 我相信是這樣的 好 所以我撐到最後 這是我們的成果發表會 所以我在熱舞社待了滿滿的兩年 而且只要是大表演我都有跳 就即便在這麼競爭的環境下面 好 所以我覺得我大二大三生活 主要就是我要在這邊 我都在雙社會系的課 然後我在跳舞 我繼續打排球 然後念書跟括號tutoring 因為剛剛有很大一部分都在吃麵包嘛 好 所以我覺得那個driver 是你要做不會讓自己後悔的決定 因為當時我就想說 天啊 我大學如果不跳的話 我畢業哪有時間可以跳舞啊 所以不管怎麼樣 就是我還是要跳舞的 好 但是呢 就變成我最基本的需求 可能沒有滿滿足 而且其實我沒有什麼私人生活 像剛剛那些瞎兆就沒有再出現了 就是因為就比較不容易被朋友約出去 因為實在太忙了 好 後來任務社結束之後 我參加了博雅青年獎堂 對 那這是一個就是主打真實智慧實踐的一個地方 他這裡面有很多的人生道謝 給了我很多很多中肯的建議 最重要的是就是改變我其中一點 是我真的在這邊真的學會前卑啦 因為社會學雖然一直教我們前卑 但是在這邊你就會感受到 那是很真實的一個力量 那另外一點是我認識了一個 當時就是對於公關業非常有熱誠 也是我們第二屆學員 然後他就是那種天色就想成為一個公關人的人 所以我也被他影響 我們就一起寫了履歷 然後就去投了就是基因公關公司 可是連續去的場景就出現了 就是最後是我錄取 然後我覺得這次實習真的是很特別的經驗啦 就是跟學生是完全不一樣的思維 因為學生你其實那一到晚 你就教個作業其實60分 80分 反正你學習出看到的 syllabus 你也知道那個占幾分 然後我可以其實不用做到100分也可以 可是市場上就不是這麼回事 是任何一件任務 你都必須要花你就是可能好幾倍的力氣去完成 然後你要 deliver好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職場上的溝通 我覺得是非常難得 跟在當學生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好 然後我覺得就是真的是在 就是這些經歷之後 我就覺得要真的是感謝你身邊的所有的人 那到底mentors可以是誰 我覺得Peer也是 像我剛剛提到在柏亞裡面認識到的那個學員 然後跟所有所有在這個過程裡面 給你任何inspiration的人 我覺得都是你的mentors 所以一定要心懷感激 所以我選了就是慈濟的師姐們 來給大家就是一起幫我背書這個點這樣子 好 然後後來在就是公安公司實習完之後呢 就是台大的第五的總召 就因為知道我在公安公司實習 所以他就嚴覽我進到他的團隊去擔任 第五公關部長 對 是不是就是講到 是不是就 echo我那個第一個key point 就是真的是你完全不知道那個點會讓你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開始帶了這一群都是我的部員 包含二階進來跟三階進來等等的人 對 然後這是第一次我的大型組織經驗 所以跟這所有的V5幹部們要就是合作溝通 那我其實也沒有做得很好 對 只是我resort還ok啦 就我們的目標是200萬這樣子 那在這過程中就是也有很多溝通的難題等等 那都是在學也犯了很多很多的錯誤 對 然後這個是我當時就是我在大四才買了我的第一台筆電喔 就是因為你們也知道就是我都很節省這樣子 然後但我就認為說我如果要做好這個工作的話 我必須要有一台就是筆電 讓我隨時可以跟大家就是update所有的進度跟管理整個團隊 所以我就花了這筆錢買了第一台電腦 嗯 好 然後就是因為我要拉到我們的目標200萬嘛 所以這是世界公民島 大家應該知道這個活動 我就剛好有人打電話給我 我就說好啊那我去旁廷 其實我心裡是想要去拉站啦 然後我就全部都挑了金融議題 因為我想金融議題應該給他有錢可以贊助 然後剛好就是有一個這個 因為他就是James 他是德意志銀行的總經理 然後因為他的題目很硬 他是要談歐元區的那個整個就是貨幣的變化 然後沒有人選他 所以我就挑了他 我就跟他講了40分鐘 因為照理說一個人是 就只能講八分鐘的樣子 然後就跟他就是 就是單槍的這樣子討論了40分鐘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決定要拉站住之後 我就開始想盡各種辦法去達到這個目標 這是我想帶給大家的一個那個背後的邏輯啦 好然後也因為在世界公民島那邊 我在第六桌 因為我們要輪轉 我認識了一個人叫Brian Yang 然後他就跟我聊了之後 我覺得他給我很多很多啟發 所以事後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他 然後我也大概交代一下我們家裡的狀況 他就鼓勵我說他知道就是我心裡一直有媽媽 然後也很take care就是媽媽的各種感受 甚至我在做所有決策的時候 媽媽都成為我的一個就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但他要提醒我的是 就是他希望我不要因為這樣就局限了自己的可能性 我反而應該要帶著就是媽媽對我的期待 然後繼續的往外走 然後另外就是他也推薦我參加YF 因為YF對他改變也很多 然後他認為我 就對年輕人來說其實是一個可以參加的 所以呢我就參加了 然後然後我就組了 就是第二階段我們就組了一個11人的隊伍 然後我擔任隊長 在這過程中學到很多 怎麼樣帶一群人一起發想一個提案 然後包含整個如何提升團隊的士氣等等 對 然後這是我們最後 我們最後雖然沒有進到最後一階段 但是我們也很開心我們可以走到這邊 然後這是我們Present的那個那天的照片 好 然後我剛剛是不是講到我在做那個第五公關部長 就是這是我的一個部員 他是台大國際系的學妹 然後跟他認識是在一堂課裡面 我跟他借了一張紙 後來我就想說 欸你可以參加就是第五啊 然後他就來我的部門 然後我就錄取了他 後來我們就變得非常要好 然後他也就是 是我一個非常好的助手 更重要的是 他其實是幫我就是界定了我要走行銷這塊 因為他給我很多很多很多的資訊 然後幫了我很多忙 也告訴我說 我到底應該說哪些課等等的 所以我也很感謝他是我人生的其中一個Mentor 對 然後這是我其他B5的部長跟總召 就是延藍我進團隊的那個人 好 然後這樣到這邊要講 重點其實就是我跟許家庭老師 這是 這是一個也是改變我很多的一個台大的老師 他是台大國際系的教授 然後當時就我去參加一個演講的時候 我就去聽啦 然後我就問他說 其實我很想要走行銷這塊路 然後你會給我什麼樣的建議 我有在比YEF 然後我有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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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在公共動車經驗 然後他就說 完全不夠 他就說 你現在要做的事情還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你必須做到 就是每一個行銷人他們都走過的路 他們比賽你就比賽 他們有實際經驗就實際經驗 然後他們有什麼樣的東西 他們可能有需要大型公共金 就有 就是你就要有 所以就讓我就是很堅定我的信念 就做了很多事情 好 所以先回顧一下就是大肆的整個人生 就是我開始就已經確立了我要找到一個in-house的marketing job 然後呢我也告訴自己說 雖然我的條件跟別人也許不一樣 沒有那麼多先天的優勢 但是這些不能成為我的藉口 我必須要比別人更努力 然後我也不希望就這些藉口會 應該說這些線條件會成為我的枷鎖 我是希望我可以比別人活得更好 過得更好 對 所以我就剛剛講了 我獲得了一個組織的一個經驗 然後認識一群跨 就是跨系跨校很厲害的人們 因為有YEF 然後有學校大型活動 然後更重要的是我怎麼樣跟大家溝通 但是suffer呢 就是真的就是完全沒有私生活了 就是朋友真的一直抱怨就約我約不出去 然後其實做這麼多事情也真的沒辦法試吃100分 這是說真的 因為一定是做一件事情 然後你Fully contribute yourself to那件事情 你能做得最好 好 所以呢 我覺得在這邊 我Key takeaway要聽大家的是說 就你真的要永遠是想著你的目標是什麼 因為像我剛剛是我有很清楚的目標 所以我知道 也許我每件事情沒有辦法做那麼好 也許我會在這過程之中犯了一些錯誤 也許沒辦法就是符合大家的期待 但我OK 因為我想清楚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做每件事情的時候想說 這到底是不是一個恰當的手段 是不是能夠達到你原本要的目的 那你的目的是怎麼出來 就是背上我前面講的那一些 你想清楚你自己是什麼 然後你能suffer什麼 那麼你就會想清楚知道你要做什麼 你的目的 你的手段 好 所以呢 我就很幸運的就是到了Intel的Marketing部門做實習生 然後這是一個一年的實習計畫 然後我很幸運的是我兩位主管 他們給了我很多人身上的騎士 然後後來我也在大文的時候創立了Tech Me 就是我們相信是人跟人之間的碰撞 就是那些想法的激盪啊交流等等的 可以為台灣創造更好的價值 很空泛吧 好 反正這是我們就是都一直相信的信念 但我今天不想講太多我們實際上RUN的那些細節 如果有興趣可以問我 或是你對這個東西信念也是相信的話 你可以都找我討論 但其實我跟焦點好像差不多 OK 所以我在大文的時候 我還參加了Loreo的Brandstone 但當時這是我兩個隊友 其實我們三個都是超級忙的人 你要想我3.5天在Intel上班 然後我那時候還修24學分 所以其實我晚上都在上課 跟我剩下的一天半 然後我還要打工 就是我還要接家教 對 所以其實我還有那個 就大文的時候我還擔任那個藝術季的行銷總監 所以其實我是超級超級超級忙 但是我們還是打扮了台大其他45隊成為 就是台大代表隊 然後到最後National Final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真的沒有藉口啦 就是你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用力的做 我們其實到最後在捷運上 我們還在修頭影片 我們到要去Present 我們還在捷運上修頭影片 好 然後這是我當年藝術季行銷總監的時候帶的一群人 其實也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是一個16個人的組織 然後只有兩個人 設計總監跟行銷總監在帶他們 好 所以 summarize 一下 就是我覺得大武之聲 我做這麼多事情的driver 就是最後一年啊 就是能不做這些事情嗎 就我也很想要有一些創業的相關經驗 然後我也很希望就是我可以 就是在藝術季工作等等的 所以我就撐自己做這些事情 但Suffer就真的非常高壓 然後沒有自己的時間 然後真的就是不睡覺 然後真的就是不睡覺 剛剛有人會講的就是說 台灣的那個思維就是不睡覺 所以真的就是少 睡超少 然後我的部員都很辛苦 他們都要跟我在12點的時候在線上開會 對 然後其實我最後也放棄了我的雙主修 就是社會系 因為只能夠達到伏系的調整 然後創作學成跟預設學成我也都沒拿到 但我覺得這個過程裡面 我已經得到我要得到的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也都構成我現在的一部分 然後真的是無法伏系 其實就是括號雷 就是我覺得李傑老師曾經跟我說過 就是如果你覺得你現在的無法呼吸指數 是高達10分的話 那他覺得其實是一件好事 因為那代表其實你在那個過程裡面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方法 對 好 那最後是講當兵 40秒 就是當兵我要講的 不是說我當兵當的怎麼樣 是其實我那個時候 4月的時候我接到工作 然後8月我就要on board 所以我就實盡所有權力查遍政府的資料 去找到我可以當哪一個兵種 可以剛好符合我的這個情境 然後查到之後 確定有這個資格了 還要確保我要在7月的時候結束我的兵役 在我8月才可以成功on board 因為其實兵役的話是 我們那個補兵是一個月只有一題 所以我就用之前在公關 在擔任第五公關部長學到的一些know how 就各種打電話給政府機關 然後就是告訴他說我有這個需求 然後請你幫助我 包含我也親自去公所跟他們講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no excuse 就你一旦決定要做一件事情 你就去做 然後不要再找藉口了 這也是在沖沖裡面學到的 就是你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 全世界都會幫你 好 然後我現在在PMG上班 我覺得在自己心中的第一志願工作 真的是很快的一件事情 但我也很多很多事情都還在學習 然後我真的一路上 就是要感謝所有曾經幫助過我的人 不論是只是給我一個想法上的激盪 或者是真的幫助我在 就是那個過程裡面得到東西的每一個mentor 好 然後也鼓勵大家要去外面走一走 就是因為我因為在PMG的關係 我比較常去香港跟廣州 然後我覺得你就可以去看看說 到底別人是怎麼樣在努力的 然後你是什麼樣的樣子 你就會知道其實 我覺得台灣的年輕人還真的是需要 就是更努力一點 對 好 所以Summarize就是今天的key tag 其實大家如果今天聽完我的故事 然後覺得有一些想法的話 也都歡迎敲我的臉書告訴我 就是你今天聽到了什麼 然後你覺得可能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等等 就是都歡迎你找我討論 然後呢就是 就是我要謝謝我的媽媽 我今天也邀請她到現場 因為我覺得我的故事其實是為她而寫的 然後她也是非常重要的人 她是有非常穩大的女性 對 所以也希望今天大家的掌聲 有機會就是給她 就是給我自己的就是這個人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然後歡迎到Facebook 然後跟我討論剛剛想到的一切東西 對 謝謝 謝謝